我真的沒有辦法證明為何會這樣 為何這個真治通道會這麼準確 事實就是最好的參考 真治通道是根據統計資料說出來的 統計的意思是絕對不會是100%證明 所以我沒有辦法證明 講解始終是有不差 我只可以說So But So Good So But So Good 做三天是不錯的 歡迎大家來到我要做訪問 今天會繼續有曾博士和大家一起去分析和分享 大家記得按LIKE、分享和留言 曾博士我們上次也提到一些關於智庫的留言 都有很多想問多一點 其實大家都知道 曾博士其實是很低的位置買匯豐 都是成為一時佳話 譬如年輕人現在想去找一些長期股票智庫 第一,如果我們找到一隻好的股票 如何堅持長期持有 之前的匯豐或者這十年的騰訊 其實短鈔是沒有什麼肉食的 但我們又如何分析這些公司是何時變質呢 譬如匯豐一樣都在高位下降 如何去分辨幫助這些年輕人 當年我看到它的長期的前景 在九十年代 所以後來 基本上九七之後 我都很少買入匯豐 其實我一直減持 特別是2007年我減持了很多 然後把那些錢拿來混樓 漢券 令到這個不用負債 我看到它發展到這裏 2005年7年 它已經是被頂了 很難再上 我只是說另外一些我手中有的 都是很多很多年前 我看中它 然後一直增持 一個就是銀號娛樂 銀號娛樂在東年 2002年 澳門發牌的時候 它是最小的 現在它變成最大的 升值也升得最貴的 2002年 發牌給銀號娛樂的時候 銀號娛樂沒有上市 但是銀號娛樂的老闆 呂子和 手中有兩隻股 一個叫加華國際 一個叫加華建材 所以當時我就想 它一定會租入 這兩個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兩個都買 那那兩隻股錢 多少錢呢 全部都是幾號錢 那你想想幾號錢 變成現在幾十元 那銀號娛樂 是什麼情況呢 我在很多年前 覺得它重演 有得不展 最主要就是滴 澳門替勢 你拿到賭牌 起賭場 會去哪裡 起賭場 那銀號娛樂是唯一 一個賭牌擁有者 有這個魄力 和澳門政府 建議 挖一個海給我 我會填海 所以現在這個 探仔和盧環之間 我們叫盧探 填出來 就變成今夜的銀號娛樂 和金沙 金沙是什麼呢 其實金沙和銀號娛樂 分析出來的 所以銀號娛樂 變成一個最低的地主 就是夠膽有這個魄力 在冬年特別 很早的 2002年是什麼時代呢 大家會記一下 2003年是最慘的年代 所以2002年都是很慘的 已經是接近最慘的了 已經是接近最慘的了 所以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經濟的年代 有什麼人有這個魄力 我要填一塊這麼大的土地出來 所以這些 我們要投資 要想很遠的東西 我們就要 那個思維 要像老闆那樣攬 為什麼會覺得地是重要 沒有地就沒有放棄 新賭場 再加上你想想 你比較一下其他國家 納斯維格 納斯維格 都很多賭場 小賭場沒有生意的 大賭場一定有生意 澳門一定會行這條路 現在你看澳門那些小賭場 一間酒店仔 裡面一個賭場那些 一間一間撿 會不做 他們覺得沒有生意 維持一個賭場做什麼 所以所有客人都去了大賭場 跟這個賭場一樣 我們的思維要想 這個行業用什麼去競爭 所以很多年前 我的想法就是 這個競爭就是用面積去競爭 用土地去競爭 那誰有土地 誰贏 好了 這兩個人很肯定 是中國新科技 最領先的 它的特別在哪裡呢 它的特別是都融化 它什麼都搞 什麼都參與 什麼都參與 因為它名氣大 它參與 人家一元的東西 會入股 那隻股就變10元了 它就發生股 集資 結果它自己這樣壯大 同時它那些沒有上市的參與 搞一搞一搞就上市 搞一搞一搞就上市 每一次上市到日本資產就是有保障 那保障 dic 所謂就是100倍的保障 其實客人在股東可能會發給E Federation 多元化,每一样东西都做 这就是他的特别主持 同时有些东西跑得很快 比如就是 Deefaboo 和WeChat Pay 这个就跑得很快 其实这个不是会发明的 美国早就有这个PayPal这些东西 但是他拿着14亿人 是了是了 挡断了这14亿人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14亿是什么概念呢 整个美国 加整个欧洲 都没有14亿 所以他一个中国 已经 可以打赢 打赢美国的那些 本来跑得比较快 那些企业吧 就是人口 14亿的一个人口 那他真的做到垄断了 你现在想在中国 只要多一个 很难的了 你不够会去打赢 所以为什么美团 跑得这么快 因为美团现在 都在做垄断 未完全垄断 他已经是 接近垄断 你看看14亿人 在香港 香港有多少这些送餐服务 多得不得了 即是没有一间 有能力垄断 美团在内地 已经做到垄断了 所以做生意 要垄断 第一 他有没有能力 不停 增加他的收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增加他的收入 他有没有能力 做到垄断 同时那个市场有多大 美团 阿里巴巴 讨讯这些 就是垄断 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真是想找 股票支付的时候 虽然每一个时代 都好像很不同 但其实都是 最好代表 在公司立场 老板立场 去想远一点 都有一个共通点 当然是足足功课 我们上次说到 增市通道 增市通道 现在足及过低点 你已经 其实是否会出现 会不会出现盲点 就是会不会 好像人家坊间说 跌到14000 15000 8000点 还是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是否应该 大手买入港股的时间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增市通道在1992年 退出 到现在 非常好 中了 没有中了 早上 最低的线 都真的会反弹 2016年 那次反弹了 最劲 就是不法展 但是 可以弹到中间的线 然后 反复复复 一直就一直 反不到中间那条线 不过 但是 一只停下来 最低的线 又会反弹 在理論上,我真的沒有辦法證明為何會這樣 為何這個曾治東道會這麼頓確 事實就是最好的參考 即是說不說不 所以如果你相信會有盟點 會跌到民視點、民視點 那你就會股康,沒有什麼所謂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大家也可以用《曾治通道》做參考 如果大家沒有聽到,我們在上次跟曾博士說過《曾治通道》 我們也有展示了一張圖 那套節目也有很多人看 但統計100%總學會失足 但你要做足足功課,為何買港股呢? 真的要做一個補充,這是很重要的 《曾治通道》是根據統計資料刷出來的 統計的意思是絕對不會是100%證明 所以我沒有辦法證明 統計始終是有誤差 我只可以說《曾治通道》 《曾治通道》是挺好的 未來是怎樣呢?我沒有辦法寫保證書 大家可以參考 沒錯沒錯 另一個投資項目當然有很多 我想不止香港人 全球的支付方法都是透過房地產的 房地產都可以說二學難徵 但又很直接,不過又比較貴的工具 上次說到現在香港的樓市升得這麼厲害 年輕人就牙痛這麼腥 因為上不了車 曾博士就說 其實你見到樓價的升幅 其實和貨幣供應的升幅是差不多的 我回去考慮一下,真的差不多的 現在美國又繼續推出QE 在可見將來我又不覺得它會還錢 就是二元仁繼續引 是不是意味著香港的樓市會繼續上升呢? 新一代的工資又跟不上樓市的升幅 如何可以去投資香港房地產市場呢? 香港的樓價 如果我們用中年城市領先指數來比較 最新的指數是178 去年年尾12月5月177 即是說其實就沒有什麼分別了 那麼樓價沒有升又沒有跌 那樓價沒有升又沒有跌 理由在哪裡呢? 理由就是有利的因素又有 不利的因素都有 先說不利的因素,不利的因素就是疫情 同時社會事件 社會事件一旦走出來就有人納椒 二萬元 二萬元對樓價都是有影響的嘛 另外一個呢 就是不是剛剛發生的 而是已經搞了很多年 就是納椒 從側硬田開始呢 就一直推出一個、兩個、三個辣椒 那麼林鄭呢就沒有增加 但是也沒有減少 所以就最少有升過這個特別的這些稅 那麼這些稅呢 都是對樓價有很大的壓力的作用 那麼這個是不利的地方 那麼有利的地方呢 最主要就是銀子 銀子而贏也多 全世界贏的銀子 那麼全世界贏的銀子呢 就銀子贏了出來 給了誰呢? 給了有錢的人 因為那些銀子全部拿來投資的 買股票、買樓、買黃金等等 等於買一切可以投資的東西 那麼 所以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那麼既然這麼多錢 那就拿少許出來 那麼買兩層樓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有利的因素 那麼有利和不利呢 那兩層樓現在就叫做打鑊 那麼打鑊就樓價就平穩在這裡 那麼平穩呢 買樓是最有利的 嗯 為什麼說平穩是最有利呢 樓價在下年買不買樓 哈哈 你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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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進貨呢 明天又會掉下來 這次就是三宗 好嗎 所以樓價客人沒有人想賣樓的 樓價升 你追都追不出 那麼 那對方呢 就 就不停在那裏反鑊 搞到你 嘿嘿嘿 煙臟氣 那麼就 所以樓價不升不跌 是最理想的 你買完之後 你又不用經驚掉 那我穩定去收租住 讓我都可以 當年呢 看送食物 看送食物 這個是絕對的 很多年輕人呢 就覺得買樓 最大的問題是 他買不起 他心目中要的樓 嗯 就是他希望買 一個600呎 但是他買不起600呎 他希望買一個市區 譬如沙田、大衛、全溫、張溫浩 這些都可以 他照不想去到屯門天水壞 那麼遠 嗯 但問題呢 就是因為買不起 而不買樓 那這個就是錯失機會 車都沒得上 是的 我覺得車是應該是上 那買不起600呎 那買不起600呎 那買不起300呎 他說300呎 我住不下 那住不下 沒所謂的 300呎拿去收租 然後自己會租600呎來住 為什麼我會這樣的建議呢 有兩個理由 第一 就是九成安全 九成安全不是 從期有的 過去很長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的 是林鄭上台之後就有的 九成安全是首次事業 所以你要利用九成安全的機會 九成安全去買 那這個 第二個理由就是 辣椒不包括首次事業 所以既然你是一個首次事業者 你就應該好好利用目前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 你不用付任何特別的稅 第二個理由就是你可以借九成 我講過英錦多次 我第一次在香港買樓的故事 在南田回景花園 1990年 120萬的樓 我拿多少錢出來呢 拿12萬而已 12萬米的樓 收了兩個租約之後 第三個租約開始 那時候租約幫我安排樓 一個錢也不用拿出來 所以現在呢 如果是那些 三百尺的樓 年輕人買得起 買來收租 你不想住那個三百尺的樓 你自己租六百尺的樓 買樓不一定要住住的 買來收租 然後自己租六百尺的樓來住 住在住幾年之後 你慢慢就儲錢 兩個租約之後 你就就有錢入內 你便儲一下 儲到有一天 你就要換樓 三百尺的樓 換了六百尺的樓 應該這樣做 其實都不應該 我們樓 只是焦點放在一個樓價有幾貴 例如六百萬到一千萬 其實如果整體的樓市上升 你買股票 但起碼你有买到股票,升幅有你的份 似乎可能有概念 我一定要买彎仔很昂貴的房子 一路跟楼价一路拗住 再十年後又一日更加上不到車 如果你想著買樓住一定要住住 一定要住家舒服,又大又方便 這當然要很長的時間去佈置 但如果你說買樓,就是投資 投資就有體動食環 你買得起多少便買多少 和買股票一樣 買十手或一手都可以 明白,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觀點 給大家參考一下 年青人想自負 當然要做足功課投資什麼 但有時就是我們看回自己的財富 去做一個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 就不會給一些以前既有的盲點 或者既有的比較 bias 的想法 去阻止自己的投資 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用 還有有任何 comment 記得留下 comment section 去留言 有機會再多謝曾博士可以再上來解答一下大家 那就非常之好了 今天多謝曾博士你們來到接受訪問 謝謝 我們記得投資物大學專利 下次見大家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踴躍參加我的十年財務自由的網上課程 已經加入了的朋友 十一月份的LIFETIME COACHING手拖手直播會說到 環球實盤實例實測 很多不同的陷阱 很多大家買樓盤的時候 其實都預算錯誤,計錯return 這次一定做過實例 和大家分享一下真實的樓盤 project 這個exclusive的LIFETIME COACHING 是預留了給參加了十年財務自由的同學 如果你都想參加這個LIFETIME COACHING私人群組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下面連結 有個一小時免費簡介和工作坊 了解更多就可以了 哇,恭喜了 贏得我們第二塊地的贏家 他贏到我們禮物欄裡面的大獎 港幣100元現金 我也看到對白才知道 這麼幸運,請吃飯 他幫忙refer了二十位朋友 如果你都想有機會贏到第三塊地的一萬元 簡單地訂閱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 然後去到下面連結報名 遊戲玩到最後面 還會釋放終極三十萬首期幫你上車 我們遊戲是歡迎任何地區人士參加 詳情去回我們遊戲網頁看看 哇,今次的茶醉透支講座非常加勢 重點我們會公佈2021年我們找到的選購名單 加上英sir都會強勢登錄 而分享他的選購名單 到最後我都會公佈我真實組合裡面 兩隻的外股 這麼強的名單 10月18日準時見大家 一年一度的升級版年末優惠又來到 是在價格調整之前 最後一次限定優惠 終於是震撼加五九折 優惠包括了三點鐘和九點鐘 十二個月再加多你一個月 總共是十三個月 那我們也會有全新的配套 新加了全新虛擬組合教學實例 更加緊貼真實組合 更詳盡的投資策略 更廣闊的投資工具 再加入全新的短炒區 每日最新短炒觀察名單 度假教學的人肉提示 有興趣就趁著名額未爆 一定要去報名 報了名之後 我們不會overlap的時間 是會extend的 大家不用擔心 有興趣的趁名額未報 快點去登記 今晚禮拜祭有很多其他 免費線上分享會 全球朋友都是參加的 我們有期資、期權、英國房地產 程式交易和美股班 大家記住參加 國際上遊巴 不斷的小隊 你不想在家裡 多多小隊 作詞主帶